尽忠烦恼不消自己没有了 业障不消自己也没有了 烦恼自然断了 业障自然消了 什么原因呢 佛好 因为他一厢专念 深深佛好 一深佛好 消八十一戒生死重罪 他念了一生 念了一辈子 无量借来的业障烦恼习气 不消自然没有了 道理在此地 这个法文 古来祖师大德说 暗和道妙 表面上没有看 断烦恼小业障 实际上 这一句佛好 全部都扫干净了 佛好是万德 和宏明 他究竟多大的功德 没有人知道 真正不可思议 我们要想修福修悔 怎么修 念这句佛号 复悔与双修 我念了几年了 为什么佛会不能献钱 你不会念 你自己想想 你是不是砸心去念 念的时候 有妄想 有砸念 掺杂在其中 把你念佛的功德 破坏了 无量寿经 教给我们念佛 一项专念 疑我们没有 砖我们没有 那功夫不得理了 大师智菩萨教导我们 都十六根 经念相机 我们没有十六根 我们不是经念 经念是什么 是不怀疑 不夹杂 我们有怀疑 有夹杂 我们念头并不相机 常常断掉 不是佛号不灵 不是方法没说出来 佛菩萨都讲清楚了 我们自己粗心大意 把如此殊胜的法门 俗获了 不是把经教搞清楚 搞明白 我们的义断不掉 断义才能够生心 这个信心帮助我们成就 这种信心念佛 会念到法喜充满 长生欢喜心 你就得受用了 确实复会增长 没有学过这东西 一看就会 一看就会 好 谢谢观看